我国新冠肺炎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再次写下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记录 昨天通报新增31199宗确诊病例 有55人病逝 其中23宗为宋院前死亡案例 加护病床使用率方面有4个州属 一个直辖区使用率超过一半 其中以吉兰丹最高达83% 吉隆坡和柔佛、马六甲及玻璃市的使用率 介于55%到65% 卫生部今早通报 我国昨天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超过3万宗 达31199宗 其中194宗也就是0.62% 属于第三期以上的重症患者 我国昨天通报55宗死亡病例 和前一天相比增加了12宗 有23名患者送院前已经逝世 各州属方面 雪兰娥新增7798宗确诊 是全国最多 沙巴新增3971宗 比前一天稍减 击打位置第三 确诊病例2684宗 病床使用率方面 有4个州属和一个直辖区的新冠肺炎 加护病床使用率 已经超过50% 分别是吉兰丹 吉隆坡 罗佛 马六甲和玻璃市 普通病床方面 有多个州属床位吃紧 其中以吉兰丹使用率最高 接着是雪兰娥和霹雳 使用率都到了9成以上 全国基本传染数方面 微降0.02 昨天录得1.13 最高的依然是纳敏 达1.44 我国昨天新增14个感染群 活跃感染群有506个